感谢观看 自己来还成团了 口气不小呢 叫百岁堂友团 你快介绍一下 快别提了 静静 怎么 我这个团刚成立 这不 这就闹翻了 对啊 旁边的两位先生 好像都不太高兴的样子呢 是啊 本来我是好意 我想呢 就是跟我们这些 堂友的哥哥姐姐们啊 组织一个团 大家相互鼓励 相互切磋 相互关心 我们只要把血糖都控制好 我们堂友照样也能活过百岁 是啊 这不是多好的事啊 多好啊 这跟两位哥哥一聊啊 不是那么回事 我们两位哥哥都要哭了呢 哎呀 别提了 他们一问我 说得多长时间了 我说我得了十多年了 他们说空腹呢 我说空腹血糖七点多 他说仓后呢 我说仓后不到十一 他说那你有什么并发症没有 我说没有 这哥哥就 哼 我说这怎么了 他说我也得了十多年了 完了呢 跟我的血糖值也差不多 但这哥哥 眼睛就有点病变了 而且他手脚麻得挺厉害的 没收神经也不好了 对 完了心脏呢也不是特别好 您瞧 还对 您别生气哥 苦大仇深的样子 对对对 完了这位呢也说 他也得了十多年 其实我们的病程相差不了一两年 完了呢 他的血糖值 餐前呀空腹 我们也都差不多 但是这位哥哥 他除了手脚麻 眼睛有点问题 他主要是现在尿里有蛋白了 肾也不太好了 对对 所以他们俩就觉得就说 我跟你冰程差不多长 血糖值也差不多 说你怎么没有并发症 我们俩也就有并发症 跟你在一个团 你这不是又气我们吗 是 说得了 我们俩也不参加了 你自己一人扮着200岁来吧 你瞧得这事 刚成团没多久 就想散伙是吧 这有一个小船就翻了 对啊 而且两位男性啊 确实是挺不高兴的样子 胖姐不是我挑事啊 确实不太公平呢 你说敬余你这孩子 这大过节的 你说你不说压压魂 怎么还煽风点火 到底我是谁家的是吧 得向着您说呀 对呀 我是把问题先摆出来 再帮助大家解决问题 因为刚才您说的这个情况吧 还不失特例 是很多人都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所以呢 很多内分泌的专家们啊 达出了一个共识 我们来看大屏幕 同糖不同命 可能跟这种特殊的记忆有关 这糖尿病跟记忆有什么关系啊 所谓同糖不同命 说的就是你们的情况嘛 对呀 数值一样 确诊的时间也差不多 可是并发症 情况不一样 程度也不一样 什么叫特殊的记忆 有什么样的关系 这样我们带着疑问 掌声欢迎今天做客 养生堂的权威专家 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第一医学中心内分泌科的主任 牟一鸣教授 欢迎牟主任 牟主任来就来了吧 怎么还带了那么多礼盒 来来来 牟主任 你真的这个搞得 我们都挺不好意思的 这礼盒带的还挺丰富 是不是我们四个人 一人一个呀 不是 怎么过节了嘛 给大家呢 拿几个解决我们今天问题的秘籍 就是解决这个同糖不同命的好东西 对了 就是为什么会有一个特殊的记忆 对 当然记忆肯定不是好东西 对吧 就是因为跟这个记忆有关系 所以导致他们三个人 出现了不同的结果 那么今天我们拿出来 这个秘籍就是 让他们不发声 或者是延缓发声 这种特殊的记忆 另外呢 让他们远离并发症 太好了 别生气了 别生气了 两位叔叔终于有笑模样了 太不容易了 胖姐说这时候坐在他们俩中间 终于有点成团的意思了 到底是什么 我们一会儿吧 一会儿来揭晓答案 牟主任能不能先给大家讲讲 我们说到这个同病不同命 糖尿病的年头也差不多 血糖值也差不多 可是并发症的情况不一样 这是特例啊 还是您在临床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 这种现象 其实在临床上很普遍 你比如说我前几天看病 就碰到了这么一个病人 同卵双胞胎 对 同卵双胞胎呢 为什么要说这个同卵双胞胎呢 就是哥哥和弟弟 就是差几分钟或几秒出生的那样的孩子 也就是DNA非常相近 对了 他们俩的DNA是非常详似的 得病发生的可能性 也是非常一致的 所以当年呢 这个哥哥在十多年 就发现有糖尿病了 但是哥哥发现之后呢 很认真 一直在医院看病做检查 有时候他弟弟还陪他去 对吧 结果发现血糖挺好 你看现在空腹6.5 餐后7.8 基本上拿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标准 无任何病发症 对了 最重要就是他到现在为止 没有任何病发症 就像他们三个人当中 胖姐 这个胖姐你看啊 虽然那么多年了 又胖又糖尿病 但是没有病发症 相反你们俩也是十多年 但是有病发症嘛 对吧 这时候就看到了弟弟 因为弟弟来找我看病的 我是问他 他给我讲的这些事 这个弟弟呢 事实上有可能也是跟他 哥差不多的时间得了糖尿病 但他没发现 没有发现 为什么你不去查呢 他说我第一没感觉 我没有任何不舒服 我觉得都挺好的 我怎么会糖尿病呢 所以他有时候陪着哥哥去 他不查 发现的时候已经是上三个礼拜了 就最近发现 那发现的时候 到我看他的化验单的时候 我打吃一惊 现在血糖也可以 空腹6.98 因为他也是前段 就刚刚被发现有并发症的 一发现就着急了 那得好好控制 所以他也不错 血糖现在还控制还可以 但是呢 他第一 他因为动脉硬化要放支架 就心脏的动脉硬化 要放支架 狭窄了嘛 第二 他竟然有大量的蛋白尿 还有就是血脊肝身高 那这种情况叫我们来说 就叫肾功能不全了 那么为什么我觉得他吃惊呢 就是如果一个糖尿病病人 发生到这种情况 至少需要20年 就是20多年 甚至更长的年限 才会走到他这一步 而他呢 跟他哥哥差不多 就十多年 怎么就成这个样子呢 而且他的进展会更快 他有点像胖姐右边的那位江先生 他事实上呢 比人家还要重 任江先生 现在主要是神经有点麻木 对 我刚才问过了 好像也是十多年病死 对吧 就是这个弟弟啊 是我见过的 很少有的 就是控制得这么差 发展这么严重的病发 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发生 我们要分析分析啊 因为哥哥弟弟的情况 非常的类似 其实你看数值跟哥哥很相近 空腹6点几 餐厚7点8到8 你要说从眷面得分 也很不错啊 至少是个及格分 60到80中间 可是答案却不一样 动脉中央硬化很严重 肾功能不全 可以说病发症 不仅找上门来 程度还很深 问题到底出在哪 这样 接下来呢 我就转换一下身份 我变成时空穿行者 我进到弟弟的体内去看一看 现在呢 我就来到了这个患者的血管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 血管壁非常的光滑 血流很通畅 而且速度很快 说明他的血管和血液都很健 一年以后 他的血糖开始出现了波动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 他的血管变得坑坑洼洼的了 有一些动脉中央硬化的斑块 而且血流的速度变慢了 也就是说明他的那个糖尿病的 血管问题已经开始逐渐地显现了 时间过去了十年 他的血糖控制的一直不太好 有一天他决定 我得去找一个内分泌专家 帮助我好好地把血糖控制一下 于是就找到了母主任 母主任细心地帮他调药 告诉他饮食习惯要改善 生活习惯要改善 我们来看看他的血管内 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 斑块依然在 血流的速度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斑块没有变得更多 可是也没有变得更少 说明我们因为高血糖导致的 动脉周样硬化 好像是不可逆的 血管当中经历了一段 相对来说有点可怕的旅程 母主任 好像虽然素质不错 但是那些病变 那些动脉周样硬化的斑块 那些血管的问题 都已经出现在他的血管当中 而且不可逆了 这就跟您说的 那个特殊的记忆有关系吗 那这种不好的特殊记忆是什么呢 叫代谢记忆 提到代谢 我们一般人都知道血糖是代谢 对吧 血脂也是代谢 包括胖的人 还有好多其他的代谢产物的堆积 尿酸也是 尿酸对对对 还有高血压等等 就是总而言之呢 就这么多的危险因素 如果一直在慢慢慢慢发生当中 从你刚才演示第一年 还挺好的对吧 越往后这个形成的动脉硬化呀 斑块就越来越明显 这个斑块越来越明显 慢慢地就导致细胞的这种伤害 伤害以后呢 包括血脂啊 血小板啊 凝血的东西都堆在这个血管里边 这个血管壁就越来越窄 越来越窄 在心脏里边 如果血管壁窄成一个 大于70%以上的了 又有症状 那大夫让你放支架了 那如果这个问题发生在 全身所有的血管呢 就是大脑的血管 肾脏的血管 所以你就不难理解 这个弟弟为什么 他后来就出现了这么多问题 他的最关键在哪里呢 哥俩的差异在哪里呢 哥哥刚发现就控制很好 而且一直控制很好 所以他的血管是没有那个代谢 对了 没有那么严重的 为什么 人家血压 血糖 血脂 都控制得很好 在医生指导下都打标 这个弟弟呢 也存在这些问题 但是你不注意啊 所以逐渐地越来越明显 越来越明显 直到有一天 他真的有感觉了 他觉得身体很虚弱 没劲 老老心脚痛 那这个严重了 再去看说 这不是已经晚了吗 血管已经狭窄到一定程度 在临床上是很难让他 通过药物治疗完全逆转 那我们可以得出 什么样的结论呢 大家这个时候也会发现 我们的百岁糖友团 穿上了马甲 每个人的马甲都内有钱亏 我们请三位来到舞台中间 好不好 好 来 我们先来看看 他们有什么样的区别 都穿着马甲 但马甲如果打开的话 大家会看到 马甲内部是有一个又一个 充满了的红色小气球 这代表着什么呢 我们是为了让大家更加理解 就是这个动漫硬化的形成 和严重程度 你看他们三个 如果把马甲盖起来 你也啥也看不见 你也不知道它里边 到底有多严重 就像看血管一样 你看外面也看不出来 但是它血管里边 就看到有斑块 有狭窄 对吧 我们简单地拿这个气球的多少 来表现斑块的多少 你像这个胖姐呢 虽然人家这个病史差不多 对 她不是说没有 因为到一定年龄 很多人都会有动漫硬化 到了一般50多岁以上 慢慢动漫硬化 都会形成就是严重程度的问题 胖姐也有 但是少啊 对吧 而且她小 小又少 对了 你看你们的气球 一个是个儿大 另外呢 数量多 你看我简单数一下 你是11个 你也11个 对 就是这个数量是又多 另外呢 那批细胞破损 破损完了以后呢 炎症细胞就堆在这儿了 另外呢 像血小板容易凝血的东西 一看到这儿不太平 对吧 都在这儿粘住 粘了以后呢 这个斑块就越来大 越来多 也就是他们的气球 越多越多 就会撑起来了 撑到最后 这个血管就出问题了 因为她扣着也扣不上了 衣服也不能穿了 这时候血管功能 就几乎丧失掉了 所以这两位先生的 不好的代谢记忆 比胖姐要严重得多 对对对 那我们来问问胖姐吧 胖姐 我记得咱们讲过 你这个高血糖发病的过程 我们再跟大家重复一下 您是哪年发现的 发现了以后怎么处理的 因为当时呢 我体重也是超标很多 大家也都知道 二百多斤 她不单单血糖高 而且我其他呢 健康也出了一些状况 发现糖尿病以后 就一两年 我就做了一个 缩微绕肠的手术 没想到体重下来的同时 我的血糖也下来了 术后呢 相当于一直都在 医生的监控之下 和指导之下 控制的一直还都很好 李先生今年多大年纪啊 56 56岁 您是什么时候 发现的糖尿病 15年前吧 是有症状的发现的 还是每年常规体检 常规体检 体检发现 所以基本上应该是 得了糖尿病的同时 差不多就发现了 对 前后不会超过一年 对 用药规范吗 一开始吃药 后来开始打胰岛素 一直都控制在 正常的范围内吗 还是血糖会有波动 这个都根据每天的吃饭 这个控制也不太一样 一般都在7.5 空腹 对 您是控制的 自认为比较严格的 那个还是相对来说 宽松一点的 宽松 挺明白了 对啊 那问问江先生 江先生多大年纪啊 对 56 对 年纪跟李先生差不多 您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14年前吧 也是体检 不是 口渴 上厕所 就这么让我去检查 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 也就是当您出现口渴 上厕所频繁的症状之前 可能很久 您都不知道自己的血糖 明白了 那后来呢 确诊了是糖尿病之后 血糖控制得好吗 空腹是不到8个吧 差后也是11个多吧 是也相对比较宽松吗 是的 吴主任 好像三个人的状态 确实很不一样 对 从他们三个人的这个 发病的过程到现在 可以看出来几个特点 对吧 第一呢 他们年龄其实也相反 而且糖尿病的病死长短 本身没有特别大的区别 对吧 它的后果却完全不一样 这个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胖结呢 人家肥胖 他知道自己是肥胖引起的 对吧 他把手术一做 体重下来了 估计最近是不是有反弹了一点 当时降得更好吧 对 当时降到140多斤 现在要弹了 吴主任的眼睛就是直 是的 所以当时人家体重降到比较140 像这样的情况 不管你是手术 还是吃药 还是运动 饮食控制 你要是把体重 从200多斤 能降到140斤 我相信 它的血糖 血压 血脂 它全部都会好转 也就是说 从那个时候 它就立马就断了这个 代谢的这个破坏 代谢记忆的什么概念 就是你累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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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积到一定程度 这个记忆是不能消失的 这个记忆就一直存在了 这个危害就一直存在了 所以胖结人家早期 就把这个给扼杀掉了 很及时 发现就可以控制住 一直维持到现在10年 对吧 他们俩虽然也是发现了 但是十多年前 你们才40多岁 对40多岁的患者来讲 我一定要让你血糖达标很好 你血糖达标越好 越接近正常 你将来反弹上来的 这个几率就越小 对吧 你维持的正常的时间 就越长 但是实践证明 他们俩还是控制稍差了一点 虽然空腹血糖7点多 并不意味着你 你整个血糖就好 因为人体血糖是波动的 空腹往往是处于比较低的 我只知道你低的时候 是7点多 但我不知道你最高是多少 所以你们俩就那个代谢记忆 就累计 像刚才的刘健表演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你不知不觉当中 你就出现了血管的损伤 刚才我们描述的 比如说手脚麻 手脚为什么麻 就是它血管损伤了 血管也是狭窄 供血供不上去 这个神经细胞供不上血 那细胞它就会凋亡 或者是破坏 就是慢慢就变得 长得慢了 所以神经就减退了功能 这时候它就会出现 手脚麻 有的人手脚凉 他觉得手脚特冷 对吧 就是为什么你循环不好 神经破坏了 这个血管就不能收缩扩张 不能收缩扩张 它老是收缩不扩张 所以血供不好 另外任何一个血管的功能 受到伤害 包括肾脏 包括大脑 包括心脏 包括所有的部位 它都会出现 程度不同的并发症 比如蛋白尿 甚至有的人经常说 我的眼睛不好 出血了 这就是实名部的主要原因 这都是并发症 所以就是从他们三个人身上 看到了我们这个结论里边 非常重要一个点 如果你早期治疗 并且达标 维持时间很长 好 你看 咱就说从现在开始 他们三个从现在开始 不管了 没人管你们了 你们随便控制血糖 然后他们三个人血糖 就走到一起 差不多了 但是再过多少年之后 依然是它效果最好 是胖茧吗 对了 所以这个结论里边 有一句话 可能大家不是很好的 即使治疗停止 获益依然存在 对了 在国际上 做过好多这样的研究 比如第一组做的什么呢 你刚得了糖尿病 我上来就给你 把你严格控制 血糖 血脂 我都管 把它严格控制 另外一组呢 我就常规控制 就像你们俩说的 宽松点对吧 该吃什么 吃点什么 但是药还是给的 结果呢 十年之后 就发现 强制治疗的那组效果好 它病发症少嘛 包括心脏的 肾脏的眼睛 病发都少 宽松的这一组呢 它就都多 结果到了十年后 人实验结束了 懂吗 结束了 不管你们了 再过十年 回头来再看这些人 事实上血糖是一样的 因为控制好的那组 也放松了 那放松那组 也没有加强 就他们最后就走在了一起 走在一起 都一样 几乎一定 二十年后 但是还是原来 强化治疗的那一组 死亡风险低 心血管疾病少 肾脏疾病少 所以这里边 为什么老说 这个代谢记忆 就是你那十年前的记忆 永远不能磨灭 当然了 我们倒不能说是 人家这个过了时间 就不应该好好控制 你这时候也可以获益 但你获益就大打折扣了 你可能只能获益 人家控制好的那组人的 百分之三十 你连百分之五十 获益获不到还够呛的 所以这里边这句话很重要 就是你早期发现 早期强化达标 你维持的时间越长越好 哪怕你 我维持不了二十年 我维持十年终身受益 就是你到了你七八十岁 你依然你的发病率比他要低 这就说明开始我控制得好 我五十岁才发现 我注意没问题 也不玩 但是效果就差了 你比你早发现 早控制效果差了很多 所以两位先生情况很类似 不过江先生要更落后一点 因为刚才我特别认真的追问 怎么发现的 江先生是出现了明显的症状 这个三多亿少的症状 你才会确诊 所以其实确诊的时候 可能比发病要相对晚 中国的糖量病患者 尤其二型糖量病患者 一半甚至一半以上是没症状的 随着病情的加重 血糖越来越高 甚至有人达到血糖十几以上 他才会有口渴 小便多 然后紧接着吃得多 销售这个症状 也就是说江先生发现的时候 可能就不是早期发现 不像李先生 李先生我有常规体检的习惯 所以可能至少一年之内 我出现了血糖的波动 我当时就抓到了 所以现在国际上有一个点 就是过去说 你要是四岁以上的 你每年至少要到医院 查一次血糖 对吧 现在不是了 现在提到35岁了 所以你提到35岁 你35岁的人 你不管有没有糖量病 你每年都要到医院查一次 就是因为大部分的人没症状 你把一个早期给耽误掉了 越早发现越早干预 效果越好 所以我反其道而行之 以前我送礼物 一定送给表现最好的 今天我要送给表现相对差一点的江先生 鼓励你 因为哪怕我们落后了 但是我们通过今天 母主人给的方法 看看能不能追回来一点分数 把不好的记忆消除一点 如果已经出现了代谢记忆怎么办 母主人我们能够通过您带来的这四个宝盒 关闭它吗 就是脑海中的橡皮擦那么擦掉 那就希望我们每一个糖量病的患者 你要早发现 你发现的越早 这种代谢记忆就没形成 哪怕形成也是刚刚开始 那你很快就把它逆转了吗 我们来看看具体有什么样小方法 先打开离木主人最近的这个宝盒好了 胖姐 这你肯定很熟啊 这是什么 这知道 这是测那个耐糖量的那个馒头餐 然后这发现还有三个厌血的小试管 C钛 胰岛素和血糖 但静静这可是鉴定糖前期的 这是什么意思啊 牧主任 你根本就不知道或无法确认 你是糖尿病的时候 我们在医院就要做一个正规的检查 当然最标准的是 口服葡萄糖那量实验 就是你喝75克的葡萄糖 溶在300毫升水里边 大约3到5分钟你把它喝完了 从你喝的第一口算起测你的糖 你零是多少 一小时多少 两小时多少 那根据这个标准 我可以很容易判断出 你到底是不是糖尿病 对吧 另外呢测你的C钛或胰岛素 胰岛素是降血糖的嘛 那么C钛是什么 C钛什么意思呢 人体产生胰岛素之前有个产物 叫胰岛素源 就是它前面那个大的分子 然后金加工 加工出一半的就变成了胰岛素 另外就是C钛 所以某些人可以同时测试 因为两个都能反映你的胰岛功能 有个特殊情况 比如你有胰岛素的抗铁 或者是你打的胰岛素 那你测出来胰岛素 它到底真的假的 这时候他就测C钛 C钛就相对客观地代表了 跟胰岛素一样的作用 就是胰岛功能到底好不好 所以你可以发现这里边 一方面是看你的糖 你够不够糖尿病 另外看糖的同时 我看你胰岛功能怎么样 所以实现这两个目标 也就是说 现在说糖前期 就是我们在人生的一个 关键的岔路口 继续往前走 头也不回就走向糖尿病 如果我们这个时候 做一点什么 挽回 我们在这个岔路口 可能就能够回到 我们健康的状态 糖前期是一个很关键的状态 对对对 首先咱们国家糖尿病的前期 大约是1.5亿 这是十年前的数据 有可能现在稍微多一点 糖尿病的患者 大约是1.4亿 那这个指标是拿 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来衡量的 刚才你形象地说了 我们走在了 人生的这个交叉路口 对吧 很关键 对 就是一个糖的发展 必然是这样的 就是你不是说 一下就蹦到糖尿病了 它一定是个过程 对吧 这个过程也许两年 也许十年了 对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 从一个正常人 当你慢慢地不正常 不正常变成了糖尿病前期 然后你又不注意 他就去了糖尿病 如果人家挺注意的 对吧 发现了 我发现我这个血糖高了 虽然我不是糖尿病 所以我要注意了 他即可就变成了正康人 那么为什么非要强调这个问题呢 就是因为这个糖前期这段时间 要比糖尿病更早啊 到了糖尿病你说你再去逆转回来 难度就比较大了 但是糖尿病前期可不一样 糖尿病前期我都没诊断你糖尿病 你只是个高糖状态 那么据很多的研究 比如中国有个最著名的研究 叫大庆研究 就当年大庆是因为油田吧 大庆人民由于生活改善了 他可能在中国属于 早发糖尿病的那些人 所以就把这些人拿出来之后 是糖尿病前期 没有到糖尿病 结果就分为两组 一组就是强制你 你每天必须要运动多少 你的饮食必须要控制 没用要 就是我们说的生活方式干预 我记得那时候让他们跳舞 80年代好多人不会跳舞 教你啊 教你你得跳 要不然你坚持不下去 那一组我就只是一个 普通的健康教育 我没有强制你 结果这样观察了十多年 就发现 寡的那一组 就是发生糖尿病的几率很小 50%以上 甚至更多的人 不会发生糖尿病 而那一组宽松的 就很多人就变成了糖尿病 那么这个结果 同样也是个代谢记忆效应 大庆研究 你想80年代做的 90年代就结束了 现在是多少年了 30年过去了吧 对 30年过去了 回头再找这些人 反正你能找到的 活着的人 他依然 或者是由于什么原因 他去世了 比方性感脑感 突然发现 当年我干预的那些人 还是好 就是他依然死亡率低 甚至心血管 脑血管的疾病低 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强调这个糖前期 就中国糖前期的人很多 你很早啊 这个阶段你要去干预他 让他注意生活方式 大概率都能回到健康人群 所以我们中国现在为什么糖尿病还在往上涨呢 就是因为这些人群没有好好地干预 他每年还有很多人会变成糖尿病 他一直在变成糖尿病 你说每年都变 糖尿病怎么能降下来呢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一个 糖尿病的患病率的下降 这个很重要 另外 控制并发症 这是你的十年黄金期 消除刚才说那个不好的代谢记忆 你从早期做手 你刚有萌芽当中 我就给你灭了 对吧 这时候它这个不好的代谢记就不存在了 大大的降低了心血管的疾病 提高了寿命 改善了生活质量 过去我们有很多的表述方法不一致 比如说糖尿病能逆转吗 或者是糖尿病能缓解吗 那现在的国际上 基本上通用了一个名字 就叫缓解 为什么这么说呢 缓解 因为发现糖尿病患者病刚得 所以蜜月期就时间短嘛 比你刚得几个月 甚至刚得一年之内 大部分的病人 经过你的饮食运动的干预 另外呢 让他这个改变生活不良的这些习惯 加上我们药物的治疗 大部分都能回到正常 但是后来发现这些人呢 只是在正常的这面 待了一两年 他又回去了 就是一个生活方式的干预太难了 确实是这样 绝大部分坚持不到一年 可能坚持到一年的连10%都不到 当然这个可以理解 因为确实挺难的嘛 对吧 这个美好的生活 好多这个自由的生活 还是有诱惑力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为什么现在就不叫他逆转了 逆转的概念 就给人好像有一种印象 就是我再也不会得了 你看我糖尿病回到正常了 我以后再也不会得了 事实上不是 你只要不注意 他还会回到这个糖尿病的 对吧 你像这个胖姐 胖姐刚才我跟她聊天 她做手术之前是200到220斤是吧 她后来降到了140 后来我们开了句玩笑 你看胖姐现在又长到160了 她同样如果胖姐再不注意她的生活方式 她可能有一天还会体重再增加 这就是你体重越增加 这个血糖又来了又不好了 血压又不好了嘛 所以我们现在有个专用术语 就是如果是一个糖尿病 你经过我的生活方式 经过药治疗 你回到正常了 超过一年以上 你就叫长期缓解 当然我们鼓励你永远缓解 对吧 对 但事实上几乎太难了 估计达到永远缓解的人 连5%都不到 那得多自律啊 对 很自律 当然我见过 他自律到什么程度呢 他一来看病 报了这么后一摞笔记本 上面全写着 他每天五到七次的血糖 我很奇怪 我说你每天四点几 五点几 你查他干嘛呀 查这么多啊 这么后一摞呀 结果一看 人家还是糖前期 15年过去了 他还是糖前期 他当然没有回到正常 但是人家没有坏啊 也没有并发症 不过说到这儿 你看我们讲糖前期有多重要 胖姐 你这成团的速度有点快 怎么刚才两位团员 已经回到座位上 您又加了两位团员呢 对呀 刚才主任的我听懂了 要关闭我们这个代谢记忆 最好的黄金期 就是在糖前期 所以呢 这个哥和我们这姐姐 正好是在这黄金期内 所以我们就想让主任看看 我们能不能一转回 成为正常人 行那让您的哥哥姐姐 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 成 姐姐您先来 我这个血糖吧 就是有一年多了嘛 一般的就是上医院一查吧 糖化那血的那个 糖化血红蛋白 对 那他说那个 你这个还 就是说够不上糖尿病 就是糖前期 但是已经比正常高了 比蛋润比正常高 七左右 有时候六点多 有时候七点多 我说一到七 是不是就高了 原来是六点多嘛 对 一到七就算高了 他说那你也不用吃药 你就自己控制 自己控制这玩意很难 就稍微控制得好一点 就能回到六 对 所以放松一点 就又到七了 没错 你说见着那吃的 他控制不了 对 吃点什么就会高上去 你吃点甜的 比如说早上起来吧 你喝杯牛奶 你就想吃点点银什么的 然后 你一测 餐后就高了 就高了 明白 叔叔介绍一下 刚查出来 有20多天的时间 本来是那个手啊 精度五指 这个去查血的时候 发现这个血糖是7.1 空腹血糖是7.1 平时呢也感觉不大 但是呢有的时候走路的时候 或者尤其是跑的时候 感到呢就是穿出气 这个跑不动 走紧了就有点累 灰身无力 当时医生给您戴帽子了吗 说您是 医生呢 当时告诉我吧 你可以这个饮食调整 一段时间以后 再来猜一猜 到底什么是戴帽子 什么是唐前期 我们请母主人标准一下 唐内面前期呢 其实有三种情况 一种情况就最第一行 就空腹血糖 你看正常人是小于6.1嘛 你6.1到小于7 比如说6.9 6.98你也小于7嘛 这就叫空腹血糖受损 这也是唐前期的第一种 第二种呢就是餐后血糖 就餐后两小时血糖 从你吃饭的第一口算起 或者是你喝糖水的 喝第一口的算起的两小时 这时候你餐后两小时血糖 是大于等于7.8 但是你又没有达到 糖尿病的11.1 这叫餐后血糖受损 或者叫糖耐量减退 第三种情况呢 就是两个都有 我空腹也高 我餐后也高 但是我都没有超过正常呢 所以刚才呢 我们两位刘阿姨吧 刘阿姨刚才说了一句 就是她在以前血糖 都是6点几 但是最近发现有7了 对吧 你发现她正好建于这个 对 糖尿病和糖前期之间 所以她以前肯定是糖前期 对吧 她就比如说空腹血糖受损 但是猜后她没说 对 但是现在你既然已经上到7了 你包括那个谁 包括吴先生也是 你既然说过7 我就要小心 你是不是跨过这个界限 已经进到糖尿病了 很关键 尽管你是早期 但是你可能跨过了 所以在临床上 我们有的时候要求患者 如果你只发现有一次超过正常 我要求你测第二次 因为什么呢 因为有特殊情况啊 你比如说有的人 正好最近感冒了 或者得新冠了 我发烧 这叫应急状态 这不算 对 就这时候你血糖高 属于机体自我的应急引起的 你不是真的糖尿病 或者有的人不小心吃别的药了 这个药是生血糖的 这也不算 所以我们为了更加准确的判断 要求隔天再到医院去测一次 如果你有两次超过了7 就7以上空腹血糖 那你就诊断糖尿病了 同样如果你有两次 餐后两小时血糖超过11.1 我也诊断你糖尿病 刚才阿姨说的一句特别好 她说糖化血红蛋白 没超过糖尿病 现在新加州的标准 就是糖化血红蛋白 大于等于6.5 我也能诊断你糖尿病 你说这么多指标里边 随便组合两个 一次就够了 如果你只有一个指标异常 或者你只查了一个 过几天还得查一个 总共加起来两次超过糖尿病 但是不管怎么说 他们俩都是早期 所以叔叔阿姨的情况都不一样 虽然也是我们的百岁糖友团 糖前期和糖前期是有区别的 有一些糖前期 有一些糖前期是可以走回头路 被彻底逆转的 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结合母主人 带来的第二个礼盒 我们请母主人 给大家分析一下 好 这个宝盒是个哑铃是吧 小哑铃 小哑铃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大屏幕 我们先告诉大家 就是什么样的人 你容易回来 就是你很容易回来 你稍微注意一下 他就回来了 你知道吗 那么当然有的人 是不容易回来的 我们先说什么人容易回来 第一个 一到两年内胖起来的 快速减重 你比如说 我给你举例的 我们以往看到的 好多女的是生小孩 怀孕了她胖了 对吧 她当时发现血糖是异常的 因为她当时吃东西 各方面补营养嘛 怀孕完了以后 她没剪下去 一般人家大约半年左右 剪到原来的状态 结果很多人 一年都没剪下去 但是她也不算很长 她比刚生下来就胖 小孩也胖 什么上初中也胖 稍糕就一直胖下去的人 她更容易恢复 因为她仅仅有一年的时间 或者一年或者一年半吧 你要超过三年 你几乎很难恢复了 所以对付这样的情况呢 就是你一定要把体重减下来 你只要在一到两年之内胖 你把她体重降回到正常 那么你逆转的几率非常非常大 甚至是95%以上 你想多高的比例啊 你为什么得胖那边 你不就是因为胖引起的吗 胖脂肪高一大堆的毛病 对吧 另外呢 你看下边还有很重要 减脂增肌 增肌 对了 因为葡萄糖的代谢 最大的器官是肌肉 最大的器官是肌肉 也就是说 你只要肌肉发达 你的糖就会被利用掉 我们专业叫 胰岛素的敏感性很好 它有去路对吧 你吃的东西总得有去路 你细胞得用啊 用不完 不就血里的高了吗 所以呢 肌肉越发达的人 越不容易得糖尿病 所以呢很多人可能注意到 说女孩子啊 女孩子咱们过去说过 有什么苹果型肥胖 梨型肥胖 对吧 苹果型的就是你肚子大 那你屁股不大呀 这是广中间这儿 像带了一个游泳圈一样 对吧 那个梨型的就是人家这个 臀部大腿粗 这个臀部大腿粗的女孩就没事 她就不容易得糖尿病 为什么 肌肉多 就是虽然我脂肪也多 但我肌肉多 肌肉消耗了大量的葡萄糖 作为能量 所以呢这种情况 她反而不会得糖尿病 那么这个减脂就不用说了 减脂大家都知道 这个脂肪嘛 尤其肚子里的脂肪不好 皮下脂肪是好脂肪 皮下脂肪越多 你的能量的储备就越好 而内脏脂肪的作用 不是能量 它更多的是一个支撑 你比如说你这个内脏 你内脏在哪个位置 你得有支撑啊 你看那瘦的人 他胃下垂 他没支撑 你可能知道 肾脏和重要脏肪之位 或多或少得有脂肪 它是保护你的 一个是让你固定在这儿 别来会动 对吧 另外呢 万一受到一个冲击的时候 它是个缓冲啊 但是这个脂肪多了 可不好 这个脂肪多了 就会产生炎症因子 导致胰岛素抵抗 导致得冠心病 高血压 心梗 脑梗 一大堆的问题 所以我们这个减脂 指的是减这个肚子上的脂 那么一般情况下 当我们发现 你是肥胖的人 你又是糖尿病 或糖尖气 最少在半年之内 你给我减少5公斤 或5% 你要减少你的体重5% 如果特别胖呢 我要求你减少到 7%到15之间都可以 因为你太胖了 所以只要你做到 减脂增肌 在10%左右的这个样子 那几乎大部分都能够逆转 觉得刘阿姨和吴叔叔 这不太符合呀 他们都不胖 是吧 尤其我吴叔叔 吴叔叔显得还挺瘦的呢 吴叔叔 跟您说的那个生活习惯的改善 控制饮食 没让您减体重吧 说过要减体重 您多重啊 我现在是156四斤 您多高呢 高是1米80 1米8 156不算胖 看胖的有两个条件 一个呢就叫体重指数 对吧 这个大家都知道 对吧 你比如说大于等于24叫超重 中国大于等于28就叫肥胖 这是第一个指标 但是这个指标没告诉我 你肉长在哪啊 对 对吧 如果我肉长在我刚才说的 我这个臀部大 我肌肉发达 但是我体重也是这么多 那你没病啊 武术的麻烦 您站起来 但是如果你肚子大 你的这个重要度在肚子上 那就完全不一样 好像还有点富裕 还可以 所以我们还有个指标 就是腰臀比 就是你的腰围和臀部的比 只有多大 或者是单独的腰围 你看中国人是男的腰围 不能超过90厘米 女的应该不超过80厘米 所以两个指标来共同衡量你 你到底属于一个肥胖 我的操纵还是有没有这个 还是在正常范围 那我们在减脂的同时 您建议大家做点什么 可以增增肌肉 你只要把容易长肥肉的 这些饮食控制住了 它就脂肪就自然会慢慢地下降 所以呢 碳水化合是第一 刺激脂肪最重要的 所以刚才我听到刘阿姨说 她早上吃什么 她说吃点心 你看我一吃这个 她血糖就高 所以这种要避免 就是血糖越高 刺激预导素越多 胰导素就把这些糖 立马就合成脂肪了 所以它就容易长胖 所以碳水化合一定要限制 而且不要吃什么南瓜 红薯 这都不许吃 就凡糖高的这些都不许吃 它都会刺激胰导素分泌 另外就是油脂 对吧 我们吃这个菜要相对清淡一点 比方肥肉少一点的肉 为什么说鱼肉好呢 筋肉好一点呢 这个有的时候涮羊肉 肥的比较多 对吧 吃猪肉肥的多 就避免 总而言之 在你原来的基础上 减少你的能量摄入 最少500大卡 这里边主要是指的 碳水化合合脂肪 脂肪 你要做到这个饮食 再加上运动 那很多人这个肚子 都能减下来 对吧 体重也能减下来 你减肚子脂肪怎么减呢 养胃起坐 对吧 练这个腹肌 另外呢 你这个所有的运动都可以讲 但只不过是像养胃起坐呀 有关肚子上的集中的练这些肌肉的 更容易减一点 这个肌肉就不是了 你只有一种可能性能增加肌肉 就是抗阻运动 就是这个 你看我今天为什么拿的 你看我拿了一会儿 对吧 那当然这个不太重 如果你要给我一个二十斤的 我都拿不住 那这个东西你没事就练练呗 这个运动有个特点 我不要去你剧烈运动 你不能剧烈运动 你看剧烈运动反而不降糖 它会升糖 为什么 你激动啊 你兴奋呢 血糖就上去了 你就没事 你就慢慢练练 对吧 没事你来回局去 一边聊天 一边聊天 咱们一边练练呗呗 就是一次练个几十个 每天练个几组 就是不需要着急 慢慢练 慢慢练 或者下冬做一些动作 我觉得这才是 长肌肉比较好的一个办法 谢谢 谢谢牧主任 原来哑铃是帮助我们 做抗组训练的 这是第一个方法 那我们再来看 第二类 什么样的人群 有可能容易逆转 这是血糖仪吗 对 这是血糖仪 我们来看大屏幕 第二种容易走回头路的 糖前期是指 单纯餐后血糖高 改变饮食结构 逆转几率大 刚才我们开始就提到了 糖里面前期有三种情况 对吧 一种是单独的空腹血糖高 叫空腹血糖受损 第二种就是单独的餐后血糖高 空腹是正常的 这叫餐后高血糖 对吧 第三种就是两者都有 我都有 我既有空腹不好 也有餐后不好 那这三种当中 中国的人群更多的就是这一种 就是单纯的餐后高血糖 是最多的 是最多的 要比其他的都要多 那么这个单独的 这个餐后血糖高呢 说白了就是两个原因 一个你饮食控制的不好 第二你不运动 就这俩原因 所以呢 医生发现你血糖烧高的时候 没让你吃药 说我告诉你 你要回家怎么运动去 你饮食注意什么 你只要做好了 几乎能不能回到正常 或者你做三个月你再来 我再给你看看 你到底行不行 不行了 咱再加码 对吧 所以呢 这种情况是最容易回去的 碳水化合 不要吃得太多 另外呢 如果说是没办法 它体力活 这个没办法吃得太少 要分餐 比如说我把三顿饭 都分成六次吃 就这样的话 就把餐后血糖 自然就给降下来了 这是一种办法 另外呢 一定要运动 只要你加强运动 餐后血糖很容易下来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 当我们带那个动态血糖 监测的时候 或者拿血糖一测的时候 我吃完饭 大约休息十到二十分钟 我出去走 我出去走 你要走十分钟 大部分的血糖 都能降一个毫毛 你就走十分钟 就能降一个毫毛 比方过去 餐后是九 你走十分钟就能降到八 如果你走半个小时 估计能降到六左右 所以呢 就是你只要注意 合理的饮食和运动 这种现象很容易逆转 吴叔叔呢 吴叔叔知道餐后吗 餐后没有测这段时间 也没有测 你写的多少 八点九 八点九是这个什么呢 医院测的 您的意思是 最近没有测餐后 但是当时在医院 去证的时候 测了一次餐后是八点九 对 空腹是多少 那上面写的 空腹是七点一 七点一 所以他已经到了第三种 就是既有空腹高 也有餐后高 相对于空腹和餐后都高的人 餐后血糖单独高的人 是最容易逆转的 对吧 其次就是空腹血糖单独高的 就是单独高的 单独高的 这两个都相对来讲 要远远地好于两个一起高 所以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了 如果是我们母主人说到的这种情况 你只有餐后血糖高 这个时候赶紧通过饮食的改善 生活方式的改善运动起来 我们赶紧逆转回到健康状态 那当然了 这两个可能两位观众都不太合适 我们再来看看第三类可以走回头路的是什么人呢 这个很奇怪 这是一个美丽的少女的背影 是不是 这张相其实是一个对人的一种心灵 或者是一种感应的测试 我不知道你们能看得到吗 这是一个小姑娘的侧影 侧影 叔叔您看到的也是吗 对 一个小姑娘的背影吧 就是大概从这个方向去看 一个披着头发的小姑娘 从现场有人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吗 来 那位阿姨 我看到的是一个老太太的侧脸 您说说哪是老太太的眼睛鼻子嘴 那个少女的耳朵 那是一个老太太的眼睛 然后少女的那个脖子下面是老太太的嘴 所以是一个有点低头的 表情有点很耐人寻味的老太太 对 还真是您这么一讲 母主任怎么同一张画 大家能够看到不一样的人 这张画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测试 好多人心理状态的一张画 对吧 当你第一眼看到是美女的时候 一般心情是比较愉快的人 性格比较好的比较外向的人 当你突然第一眼就看到是老太太的时候 一般是比较沉稳的人 比较有臣服的人 也就是压力稍微大一点的人 那这说明一个什么意思呢 倒不是说通过这张照片让你要做什么 这里就说的每个人的心理状态不一样 他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 糖尿病也好 所有的慢性代谢病都跟我们的心情是绝对相关的 而这种心情很复杂啊 你比如说心情 你首先你自己家庭怎么样 对吧 另外你工作怎么样 你每天的工作的状态怎么样 对吧 你都做什么了 那你自己都影响你的心情啊 对吧 所以不同的心情 不同的心理 包括你平时所有的生活 几乎全部都影响我们的血糖的控制 和你是不是能够糖前期逆转 就是如果我能知道我为什么得糖尿病 比如我有哪些不对的地方 比如说我太胖了 对吧 我平时不注意生活方式 我饮食结构不合理 熬夜 对吧 加班加点 压力大 或者得过别的病啊 比如我得过风湿病 得过肾病 人家大夫让我用了好几年激素 你就是高危人群了 因为激素就容易 那是生血糖激素啊 所以如果你知道了为什么 比如说我就知道我是因为胖 那我把体重降下来 我增加肌肉的训练 你可能很快就能够逆转 对吧 说的是糖前期 如果你说这个状态已经持续十年了 那你逆转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即使你血糖能够下来 那你的并发症 你也很难回到最好那个状态了 因为代谢记忆效应嘛 对吧 所以我们就是这个意思 当我发现为什么得糖尿病 我把它不良的习惯戒掉 而且加强好的这种习惯 就能够逆转 那母主任 我们一起去插路口吧 看看如果我们是在糖前期的话 什么情况下可以走回头路呢 再帮大家梳理一下 一两年内体重增加 我们把体重降下来 把脂肪减掉 肌肉增起来 单纯的餐后血糖高 或者是单纯的空腹血糖高 都可以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善 运动 饮食习惯的改变 把它逆转 走上回头路 还有第三点 就是我们说到的可阶段的升糖因素 我们知道原因 知道可能我是因为饮食习惯不好 运动量太少 或者平时太忧郁 我们都可以调整 让自己从糖前期 走回到我们健康的人生路 当然了在这儿 我还要给大家做一个下期预告 明天同一时间呢 吴一鸣教授会继续做客养生糖 告诉我们同样 当我们的糖友 站在人生的分岔路口 我们如何来破解老年糖友的拦路障 所以明天同一时间 请您记得继续收看养生糖 接下来还要给大家推荐一道好吃的 就在我们的养生厨房当中 吴一带您野外寻仙 看我手里两种野菜 它们长相是傻傻分不清楚 但是功效有所不同 那我们今天的外拍记者 就特意把它们拍得清清楚楚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短片 大家现在看我身边 是一大片的蒲公英 它跟曲曲菜 称为两种功效不同的姐妹菜 长得非常的相似 那先来带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蒲公英长什么样子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叶子是成圆锥形的 而且也是锯齿状 它的根是深紫色 而且它生长的方向 是顺着我们地面生长的 它的花是笔直生长的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看 曲曲菜是什么样子的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 我脚边的这一株就是曲曲菜 可以看到它的叶子是圆形的 而且它的周围非常的光滑 没有这样的锯齿 现在大家分得清 我们的曲曲菜和蒲公英了吗 那不知道观众朋友是不是已经能够分辨得清清楚楚了呢 那我们今天要请石大厨给我们带来一道美味 做个什么呢 做一个鲜汤穿肉丸 穿肉丸 那感觉很普通啊 但是今天不一样 很特别的一道菜 怎么特别呢 肉丸是可以摇出来的 像摇元宵一样摇出来 摇元宵 那咱们为什么要把这个肉丸给它摇出来呢 让肉丸更紧致 让汤更浓郁 今天用这个菜做曲曲菜 做个肉丸再放进去 而且颜色比较碧绿 味道还清新 咱们今天选择的是曲曲菜 然后也参试了老方法 然后呢 或者加水烧开 这个按规计来讲呢 就是我们放点盐 要把它的水分给它 挤干净 挤干净 顶高呢给它切成小碎末 越碎越好 好 听这个声音啊 非常的清脆 是 这个菜呢比较嫩 给它放进去 这个肉馅跟我们曲曲菜的 有比例吗 净可能是3比1或4比1就行了 肉馅是3或者4是吧 对 给它拌匀 开始给它准备 让它静置几分钟 好 为什么要静置呢 让它跟它好好的融合一起 大概静置多长时间呢 两分钟就够了 今天我们做这个肉丸啊 那石大叔说呢 是非常有讲究的 要用摇元宵的方法来制作 对 准备好了 非常期待啊 这是土豆淀粉 是土豆淀粉 你还强调的是土豆淀粉 那为什么咱们不用玉米淀粉 因为这个淀粉呢 它的吸水力更强 能净形 能够让这个肉丸更加容易爆团 对 汤也会更浓郁 一般你看就正好一口一个 原来我们就是直接进锅窜 这次给它搁在这上面 又给它摇 这个曲曲菜其实非常好 你看颜色比较绿 如果你要直接穿的话 一遇水一遇热 它就容易污滤了 淀粉之后一个保护作用 对 太好队 对 这个给它排队有讲究吗 没有 有队形吗 这个就是一队 二队 五五二正好十二个 够了 其实可以随意摆放这个肉丸 就是这样 我们这样 你看 感觉上很简单 不知道我可以不可以 一会张老师也可以试一下 挺好 但是这怎么办 张老师来 这个一直非常的稳当 它一直不动 一般的来讲 它们摇圆销不都是这么着摇吗 它用的是那个菠萝 菠萝 对 咱们这是平的 那这个有办法吗 用筷子 用筷子 好方法 就行了 断起来了吧 你看 翻滚起来了 特别的热闹 来一回 你看 我是觉得这边 中间有一个关键点 真的是不能着急 沾上一层以后 它要静止 静止的时候 是要让这个淀粉 跟这个肉馅 更好的紧密之后 这个淀粉也湿了 它表面湿了以后 就能再加一层的 这个淀粉 是 现在我们看 咱们这个真的是像元宵 一点都不像肉丸了 它这个馅好 这是肉馅元宵 是吗 一会儿放到这个水里面 就能够露出 它的这个筋面目了 是的 这个有个窍门 这个也一样 这个需要一氧 水不要大开 开始给它往抖一下 不要沸腾 给它放锅里边 就是平常我们炖丸子 一定是直接进锅 但是它就是 汤比较寡淡 这次你看 我们加淀粉之后 它裹一层 它就直接进锅之后 它就糊化之后 汤就浓郁了 它就稠了 就那里稠了 像勾芡 它就稠了 对的 来一点盐 少许因为碗里边 已经有盐了 来点胡椒粉 好 最后放一个枸杞 切个颜色 好漂亮 对 开始大火 加料之后 小火来养上五分钟 那趁着这个养熟的时间 想请张老师 给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给我们带来的 这两种野菜 蒲公英 还有曲曲菜 它们都有什么样的功效 那曲曲菜呢 实际上在我们本草当中 又把它叫做聚满菜 那记载有一定的清热解毒 骁拥排浓的作用 那而现在研究呢 如果要是小孩子 就烟痛 而且会出现这种肺胃有热的 这种烟痛 舌太黄的 舌脂红的 那这样子呢 就可以用这个聚满菜 就是曲曲菜 来给它这种食用 那蒲公英呢 是我们要点当中记载 我们临床中药学当中 也会经常用到的 有一定的清热解毒 骁拥排浓的这种作用 那其实现代研究也发现 它有一定的抗菌的作用 不论是抗蒸菌抗细菌 那实际上发现呢 这个蒲公英的 除了这个叶子 蒲公英的茎 蒲公英的犬草 都有一定的清热的作用 但是啊 有一点要记住啊 不论是曲曲菜 还是蒲公英 它都是一个含粮制品 所以呢 如果要是脾胃虚寒的人 在应用的时候 一定要配上 我们适当调整体质的 一些药物或者食物了 肉丸也差不多了 已经熟了 已经飘起来了 对 等一看一眼 这肉丸比原来更大的 发现没有 如果说你要不摇的话 它就会越来越小 它会抽 加上那个外衣之后 你看 几乎它是 还在膨胀 还在膨胀 哎呀 感觉咱们这个肉丸呢 真的是晶莹剔透啊 就像是裹了一层 这个裹冻的外衣一样 是的 好 所以它就做成了 好